英皇電影怒火由已故導演沉默性執導和監製 恩志丹擔任監製動作導演兼火拍謝亭豐主演 今次是亭豐和恩志丹繼電影龍虎門之後再次合作 亭豐就說隔了十幾年大家都有一定的成長 大家的想法或追求是不一樣 其實現在經常會有一個問題 我們怎可以還有少少創新呢 他還說為何要我拿雙刀是要挑戰他當時殺波羅 和吳京打了一場 所以他繼續拿回警棍 但我不可以拿一把刀,我要拿兩把刀 是他要求你用中刀的 我有提出,其實我又拿了很多兵器 我問他,我問他 你用哪種兵器,你選擇 因為我沒那麼多時間去練習 他問他,不如挑戰一些經典器 我問他,你真是搞我 單手可以的,但為了一部電影是練了雙手 即是蝴蝶刀是… 我哥叫蝴蝶刀 有些少少激手 之前練了多久? 我之前單手是有玩開的 但練雙手就練了個兩頁,OK的 是否有型一點,玩雙刀 想挑戰一些之前在港產電影 比較沒有,雙手的蝴蝶都沒有 戲中有不少殘忍的打鬥招數 和肉血場面 亭峰就說,其實兩個人都想避免 但畢竟都是動作片 單哥是人,很不想去組織我 我也很不想打到他 來一副皮皮,他在鋼琴上推 他又知道大家靠麵搵吃 我記得導演睡了他半天 做吧,他都不介意 他就說,是會選,但這是動作片的一本分 導演陳穆勝在去年8月底 因為鼻煙癌而離世 亭峰和陳穆勝過往合作無間 怒火是兩個人最後一次合作 所以他看一部電影時,都非常感激 抱歉 我沒有預期到我進去會哭 看你哭著走 因為這十多年沒哭 沒流過眼淚 但始終太多生死關頭是交過給他 一個最不煙不酒不發脾氣的人 然後用鼻煙癌這件事去離開 其實我是覺得,所以只可以說 每一天都要活著變精彩 去珍惜每一天 會不會變成,你現在除了事業之外 你的家庭還是怎樣 你都會比較緊 其實從來沒有哭著 但現在說因為阿帕之想將兒子安排在上海讀書 你贊不贊? 私人的事我就不回答了 你多不多見 私人的事我就不回答了 你現在跟阿菲感情很好 私人的事我就不回答了